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谭一伦 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 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 大家好平安 资深媒体人谢寒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 廉振胜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我们今天还是要先来谈的 就是柯文哲 因为他这个弊案 正是烧到一个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停止 好 这个弊案 连环报吗 因为很多人认为 北俭现在对柯文哲是没招了 好 上个月才这个约谈 1200万元交保 不过这个金华城董事长 陈玉坤又再被传唤了 那陈玉坤在律师陪同之下 现身北俭时 这媒体就追问他说 今天是为了什么事情来 他就以谢谢来回应带过 好 但是呢 现在也说 可能要三度的提训柯文哲 那可能会安排的是 跟人家测谎或者是来对质 对质的人就是应小微 还有彭正生 所以就要看现在大概谁都不拢 司法案件中的测谎结果 他只能作为补强的证据 我们帮大家科普一下 好 司法官不一定会采信 但是受测者也可以拒绝来测谎 所以柯文哲是可以来拒绝的 但问题是现在 这个1500小省的记者 不是有被来传唤吗 这是最新的 但很多人说 这是不是有一点点在踩刹车呢 黄阳明确实也有讲到说 现在北检踩刹车 一定是上面有指示 因为如果没有真凭实据的话 会出事 那柯文哲贪污联环报 现在北检也在查泄密 我们讲到了这个 镜周刊的记者 他在上周四的时候 也以证人身份应讯 那隔天林传媒的记者 也遭到传唤 那在今天则是 三例的记者也到庭来说明 不过现在柯文哲的事情 是不是也牵涉到 蓝白之间的合作 那是不是有案外案呢 我们看到 这个国民党的 台北市议员尤淑慧 打科打得很用力 这个精华成案打得很用力 那他是有讲说 他现在因为紧咬着柯文哲的弊案 而被党内的长辈酸 不顾大局 好 这党内长辈是谁呢 肖旭成 大家知道 这马英九基金会的 这个主要的负责 他是肖旭成 他在之前民众党第一场 立法院外的 这个近南路上的舞台 他是有出现的 当时只有他一个国民党的出现 然后他就讲说 虽然我虚讲游淑慧几岁 但我不是你的长辈 我是平辈严禁于自 好 这个反过来讲 就是他确实有讲这话 但是两个人在年纪上面 有一点点互相的讨论跟攻击 好 但还有另外一个案外案 就是钟小平跟曾妍杰 这件事情最近也很多人 这很关注 因为曾妍杰说 他被钟小平性骚扰过 也不算性骚扰 就是话语上面有点骚扰 然后钟小平就现身北柬 开告了 他说这个有个关键的对话 他认为曾妍杰跟湛江村 他们是诽谤跟妨碍名誉 所以对他们进行提告 他说这是一系列的政治操作 钟小平更直接晒出 跟曾妍杰的对话记录 内容提及到 如果钟小平再攻击柯文哲 就要反过来攻击他 所以钟小平就认为 这是政治操作 好 不过被钟小平提告之后 曾妍杰就说 我曝光你的对话 他说他是衣冠禽兽 他说我不会瞎到鸡不择食 因为他PO出了对话说 呼吁钟小平敢做敢当 不然就把2018年收到 骚扰的心路历程 焚上中下集都贴出来 这个曾妍杰就说 面对小平输的告白 谁会不拒绝 他说我还没瞎到鸡不择食好吗 他说我怎么敢得罪议员 难道他每次敲我 我都要骂他三字经吗 但另外一个 湛江村他是国民党的 他很多人也很好奇说 为什么现在国民党对钟小平 确实是比较反感吗 也可能是有某些原因 但我们也发现 钟小平最近的一些状况 很多国民党人都没有出来声援 这是不是有一点人缘不好 也是很多人在讨论的 好不过我们看到 湛江村的脸书他说 钟小平每次都是背叛国民党 重要大选都站在国民党的对立面 他说像吴敦毅当时是党主席 田田跟哈巴狗一样 老板老板老板娘老板娘的叫 结果没有被提名 马上翻脸退党 然后转身就跑去找柯文哲 也没得到好处 就马上转身八项的是郭台铭 然后他说韩国瑜选举的时候 也上进绿媒无极限的 嘲讽韩国瑜 他说这次立委选举 民进党形势大坏 但是钟小平被提名了 还是败了 所以他就说 就是不是有一点点 自己在复仇自己的感觉 好林嘉欣的脸书也说 某人当时想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说我请你吃饭阿姐 记得约你的商业朋友 一定要来多次提醒 要帮忙约某一些朋友 多次邀约之后 结果约到了喜来登 结果开桌之前 他说钟小平一人一张捐绣款 最低的金额是两万起跳 他说不知道这件事情 在台北市发生的话 钟小平议员知道吗 用这几招让这些人募到的钱 有没有申报政治现金 好我们下面这三个人露出来 李正浩 于北辰 钟小平 我觉得我们找的CG的脸 他们都长得突然好像 他们都是跟国民党之间 有点后来慢慢的疏远背离的感觉 亮哥怎么看 现在这整件事情的发展 好像有点招惊 也还好 我看对小平最伤的是 他叫他小平输 我觉得北俭今天下午不是 对三立记者还有金周刊 早上做了约谈 我本来觉得北俭终于 从善如流了 结果后来又出了一个新闻稿 又重申没有泄密 人家拿的那个资料不是密 那是什么 是造谣吗 北俭也要说明一下 因为我们后来也看到 他们讯问 提讯柯文哲的时候 问的这一题 不是吗 问他1500是什么 所以那个显然就是 真的是USB里面有的内容 我们只是在问说 为什么金周刊跟三立先知道 就这样而已 结果他今天下午 新闻稿还这样写得震惊八百的 说绝对没有外泄 人家明明就拿到比你先 那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样也太不诚恳了 这个 事实上他出这种新闻稿 只会造成他到立法院之后 一样就是继续被问 立法院一定不会放松的 事实上我甚至认为 他做这种约旋的动作 就是为了要面对立法院 因为立法院要省预算 那你到哈局还有检察署的预算 怎么会不用送审 对不对 我觉得目前大概给人家感觉 北检对柯文哲的金流对价 是没有头绪 所以他最近在传讯的人 大概都是在透过别人的口供 那希望能够再弄出东西来 大概是这样 那这个沈静静就不愿意说 所以只好再去调陈玉坤 陈玉坤就是董事长 然后比如说也把黄警帽变成被告 那这个就在巩固图立罪决策的 相关的人证就是这样 我是觉得 反正我觉得民众党还有柯P 他大概也铁了心了 就是反正我就给你两个月 那两个月你要知道 接下来面对的是立法院 不断的攻防 那你如果北检都没有在金流上 有所突破 那我真的不知道他两个月到了之后 他要用什么理由来延压 因为你如果都找不到金流 那另外那几个案 坦白讲都没有精华成严重 比如说北四科 或者南港转运上BOT 或者是台志光等等 那你要查这些案的意义何在 你没有金流 因为柯文哲的金流就是 就同一个人 那表示其他案例也找不到金流 不是吗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 北检的正当性会越来越低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柯文哲跟民众党 真的是在跟北检对赌 就对赌说给你两个月 那看你能不能查出来 那我们现在就听到一大堆的谣言 对不对 什么黄金 虚拟货币 又是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故事 北检都不回应 而且虚拟货币专家 加入调查小组已经很久了 已经怪了一个礼拜多了 那个USB不是8月30号就找到了吗 如果陈佩奇的保险箱里面 还有什么纸条 还有什么冷钱包的帐 怎么不赶快Bingo给我们看呢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因为你要知道郑文燦 郑文燦的案子是证据非常确凿 在积压46天就起诉了 那如果北检这个 他掉来掉去都是这些人 你知道吧 陈玉坤也不是没被问过 应小微 沈信金 多了一个黄警帽 那黄警帽绝对不是 跟金流没有关系的 他就是有关决策面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那个调来调去 给他感觉那个圈子 就一直是那些人 然后金流对价都吵不出来 我认为正当性会越来越低 我讲白了 所以你就看到 游云龙今天的民调 民众党为什么是 在12就停住了 他上次民调是13.8 就是政治现金从16下挫 然后13.8下挫到12 就掉不下去了 因为人家越看越火大 就是这样 如果到了立法院开议之后 你就要面对民众党 一定有一连串的质询 如果到时候你讲出来的 还跟今天新闻搞这样 我没有泄密 我都没有对价 那真怪了 人家都在讲小省1500省庆金 就是8月30号 人家就看到了资料 这个还不叫泄密呢 什么叫泄密 对 不过看到北柬最新的是说 就是报导跟他们的卷宗 其实是不相符合的 所以他们认为是没有泄密 兵哥 这是北柬自己讲 报导跟卷证不相符合 你到时候起诉书以后 就不要给我相符合 你相符合就是北柬说谎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我们就看看 到时候看你怎么起诉他 所以我觉得北柬不要再嗷嗷了 谁相信 谁会相信你北柬没有泄密 根本没有人相信 而且多好笑 你北柬你超光处 你三立记者是今天早上才约谈的 你马上中午就可以出来这个东西 可不可以太快 你摆明早就写好了 这就是故意要这样结案掉 只是应付 演猴戏给我们看 所以真的 北柬不要把全台湾人都当傻瓜 谁相信你 我就说你有泄密 你事实上就是泄密 不然的话 这些消息到底满天杯怎么传出来 如果都没有泄密的话 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 不告诉大家说 这些媒体都讲的都不是正确 你为什么都不讲 为什么只是不予证实 所以北柬真的不要再骗人 他不能承认 他有承认有刑责 是啊 但是问题是事实就是 事实就是你在泄密 所以我觉得 现在北柬显然 进入一个非常大的困境 你看他约谈的人就知道 他根本跳不出这个死胡同来 他找不到金流在哪里 因为找到金流就不会是 现在这种办案方式 所以一看就知道了事情 那现在北柬其实就是在加强 图利罪方面的论证 就是不断要用图利罪去办他 可是柯文哲这个案子 如果真的只用图利罪去办 那到最后北柬就会很难看 北柬自己要去想清楚 你搞了这么大的阵仗 到最后只能用图利罪 那你积压他的理由到底是什么 你要不赶快先把人放出来 但是北柬不会放人的 他现在想尽办法 从其他案子看能不能找到金流 甚至连政治献金案都把你抓进去 想尽办法去找金流 因为他现在唯一的希望 大概就木可那一笔烂照 想办法从那边去找一些蛛丝马迹出来 所以我觉得北柬自己要去想清楚 你们这样办案天下第一组 会不会变天下最大笑话 你们自己去想清楚 那淑慧跟萧续成这个东西 我刚查了一下 他们两个才差两岁 还真是瓶贝 真的是瓶贝 淑慧保养的好 淑慧保养的好 是 所以真的是不是长辈的问题 是平辈的问题 没有错 那我是觉得淑慧 他最近遭受到一些攻击 那我个人认为他跟 钟好平的状况是不太一样 他自己本身是专案小组的召集人 而且他是根据这一些相关的资料 相关的证据去讲 我觉得他有他评论的自由 也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了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有所谓自己的选择 至于有一些还扯到 他男朋友的事情就更无聊 那我们的小评书呢 我也必须讲他还真是小评书 因为他跟大爷人差17岁 那是 所以真的是 是叔叔 真的是小评书 这个也没有 年纪就在这个地方 那我是觉得 小评书打得有点过头 因为如果你都是根据事实 根据证据去讲 那就是你自由评论的问题 问题是 你在绿营节目上讲的这些东西 真的是根据事实吗 那现在 就是民众党 不管是陈志涵也好 或是这个郑彦杰也好 人家至少是根据实际的对话 出来的东西 那我这个人 我讲过好几次 我是唯恐天下不论 我喜欢看到写流成河 你们就告 用力告 只是这会有个危险 你知道 到最后小评书 如果被法院认证是渣男 就不太好看 好 教授怎么看 现在这个局面 我觉得第一个 就是北检这个问题 马玉文他自己讲的 说他经营这条线七年了 这条线到底是不是北检的线 如果不是检察官 难道是里头的清洁人员吗 就是在找到垃圾桶里 里头找到什么东西 他花七年去经营一个清洁人员 那也不容易了 但是我觉得说大概应该 因为通常大部分的记者 你问他那个消息来源 他说不透露 对 我们不会透露 他特别要讲说我经营了七年 好像表示说 他说他经营检调七年 对 那检调的地方可能是 我们不知道 但是这个我觉得 他自己讲话卸了口风 就是说你今天就是有经营 那你今天真的跟检调有关系 所以检调这样子一个草率的就是说 回答说没有泄密 我觉得很难说服人 因为记者已经先帮你们告诉大家 是你告诉他们的 那至于这个钟小平 我必须要提一下 我住在这个中正区 那大概2022年 2024年总统大选之前 因为他要争取立法委员的选举 我有一度看的看板是他跟柯文哲 这也就是2023年左右 那他还是柯文哲的好朋友 好像还依在柯文哲那边 结果怎么一下子又转了 我觉得这个他真的是 当然中正区国民党有国民党的问题 到最后也弄不清楚 你看还应小为也当时也要想选 所以真的是没有什么好的候选人出来 那钟小平最后出来了 结果没选上 那我觉得他常常一下子站在这边 一下那边 真的对这个国民党 我觉得当时他离开国民党 就不应该让他回来了 回来以后只是多一个这个问题的人物 我想今天就问一个问题 如果今天李正浩或于北辰 要回国民党 国民党会要吗 应该不会要吗 那为什么钟小平你们要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问号 就是他这个变色龙也变了好几次 就是也常常会看风向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 可以真的是到此为止了 我觉得他的这个什么公子生涯 应该这一次选完 我怀疑他连议员都不一定选得上 就是这样的情况 因为国民党里头受不了这样子的 这种翻来覆去 那现在当然他攻击柯文哲好像有用 可是我的印象永远是他跟柯文哲 摆在了一个大的一个看板 那你到底是今天是柯文哲的朋友 还是你今天世人不明 而且这不是很久以前 这是2024年 大概2023年左右 年头 他也没给个交代 对嘛 你要给个交代吧 你怎么会判断这么 政治判断这么差 对 来自中正区选民的新生 觉得这个小平书 这个有点立场反复 让他们觉得不太舒服 张哲世宝需要陪伴与照顾 一人一点力 爱就大无限 感谢观看